在南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天舟6号货运飞船已完成出厂有关工作 运往文昌航天发射场 计划于今年5月实施发射 目前空间站组合体载轨稳定运行 神舟15号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计划于今年6月返回地面 当前工程全面进入空间站应用 与发展新阶段 根据任务安排 今年将组织发射天舟6号货运飞船 神舟16号神舟17号载人飞船 这是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 转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后的首批飞行任务 目前天舟6号货运飞船已完成出厂有关工作 运往文昌航天发射场 计划于今年5月实施发射 执行两次载人飞行的航天员乘组 已经选定正在开展任务训练 我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 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 致力于将中国空间站打造成为 面向国际社会的开放的科技合作交流平台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与联合国外公司共同领选的首批实验项目 计划于今年开始陆续上行 在中国空间站开展实验研究 在实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任务的同时 工程也在全力推进载人月球探测任务 目前已完成载人月球探测关键技术公关和方案深化论证 今年将全面开展登月阶段各项研制建设工作